好,这边陈定伟 陈定伟要祝福他的朋友温药和早生贵职 因为他有女朋友 可是喜欢十个兄弟 问题很大 第一个 还是乖乖看医生 什么科吧 闭尿科也好 什么身心科也好 还有什么不孕门诊 特约门诊 还有什么都去看 最简单就是说乖乖看医生 乖乖听医生嘱咐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因为十个兄弟会happy 可是老婆在那边会难受 你又没办法传宗接代 替家族延续香火 这个是很不好的浪费 浪费一个人站在那边 你有爱吗 自己想一想 你只爱你十个兄弟还是二十个兄弟 那你就不要结婚 不要让他难受 让他去爱他真的喜欢的人 你要传宗就要更简单 弄个一个寺馆 然后去找医生 帮你制造一个 不然克隆人 对不对 就是要钱 你娶个老婆 我又不跟他交配 又不跟他生小孩 那不是要干 那在干嘛 浪费嘛 真的是浪费嘛 所以说 祝他看医生 改善自己的症状 十个兄弟剁掉 二十个兄弟剁掉 让他们回归圆滅的功能 不只是让他有快感的功能嘛 是不是 唱 浪费的心情 青春天定三世的流星 浪费的有名 青春定地高贴的心理 我也是了解 是命的意 我也是了解 一头没了是 不要用十个兄弟的一头 二十个兄弟也不用拿一头 要好好生小孩喔 不然浪费 浪费一个好好的人嘛 我也是想慰 好好过一日子 我也是想慰 我也是想慰 中心来追起 谁人的了解 谁人的安慰 我心来的蜜蜜 哈哈 哈嘻哈哈 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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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的心情 青春天定三世的流星 浪费的有名 青春定地高贴的心理 我也是了解 我也是了解 生命的意 我也是了解 一头没了是 我也是想慰 好好过一日子 我也是想慰 我也是想慰 中心来追起 谁人的了解 谁人的安慰 我心来的蜜蜜 好啦 那祝福 这个温料盒 早日脱离他那种 精神状态 能够早日交配 早日繁殖 然后让他家能够传宗接待 让台湾继续增加人口 加油 乖乖看医生 乖乖的改善喔